贴写小品就不得不说到宋小宝了,他的小品不仅搞笑,而且还提供了很多金句,本以为宋小宝会一直在小品的道路上走下去,结果却没想到,他忽然选择了退影,据传这是因为宋小宝对粉红比例不满,他每年能给公司赚上亿,但是能分到的钱却很少。 此外又有人提及,当初范围就是因为7000元和赵本山决裂的,于是不少人开始对于赵本山的人品产生了许多质疑,那么这个粉红比例究竟是怎样的呢?宋小宝退影真的是因为粉红的问题吗? 宋小宝的成敏之路比很多人都要坎坷,他因为出身贫穷所以只读到初二,家里就没有办法继续支持他读书了,他只能辍学来打工补贴家用维持生计, 可那时候宋小宝年龄小,形象也不算很好,因此只找到洗碗工这样的工作。 后来他19岁去看二人传的时候,被当时二人传的演员焦小龙看中,于是成为了他的徒弟,开始学习二人传。 但因为宋小宝那个时候缺乏舞台经验,所以演出的时候总会被赶下台,不过宋小宝并没有因此就灰心退却,只是默默地多加练习。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,宋小宝来到了赵本山的麾下,成为了赵本山第32个弟子。 时间来到2011年,宋小宝迎来人生转折点,他和赵本山在辽宁卫视春晚合作演出的小品《相亲》,得到了不少人的喝彩。 2015年,宋小宝参加了《欢乐喜剧人》这档综艺节目,凭借着《尼克长点星巴海燕》和《皇上只读成我一人》,这种梗红遍了整个网络,宋小宝的名气也开始水涨船高,各大综艺中也能处处看到宋小宝的身影。 而这个时候宋小宝的身价也成了不少人关注的一件事,有人说宋小宝每天的出场费是80万,这也意味着,就算宋小宝每年只有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,他们也能轻轻松松的赚上了一元。 当然这颗钱是先拿给公司,然后再由公司分红给宋小宝,至于最终宋小宝能拿到手的有多少,就只有公司和他本人才清楚了。 不过后来宋小宝隐退,就有不少人表示,这是因为宋小宝对公司的分红比例不满,他给公司赚几亿元,最终分到手的却只有几千元。 加上之前范伟和赵本山合作演出,赵本山拿了42万,但是范伟却只拿到7000元这件事又被提起,不少人猜测,或许就是因为这样,所以才有了这种局面。 面对外界这种传言,赵本山直接公开了分红比例,徒弟们拿60%,而剩下的40%,他将给未成年的弟子做生活费。 后来宋小宝也出面解释了他退隐这件事的原因,表示因为高强度的工作,已经让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,所以他不得不宣布休息一次养病。 而且赵本山知道之后,也很理解并且支持他,可见宋小宝和赵本山之间的师徒关系,应该还是挺不错的。 至于说那些传闻,也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。 那么关于宋小宝退隐这件事,你有啥想说的没? 谢谢大家